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享受这一段归来泪满惊的悸动 童年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太太万岁》 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 张忍玲继续和桑胡合作 在电影当中增添了很多酸溜溜的讽刺味道 老戏谷 张乏 石灰 上官云珠配合得更是天衣无缝 新秀蒋天流也借此走红 1949年 电影《哀乐中华》则是张爱玲和桑胡的三度合作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灵感的火花呢 更是让边和岛的界线逐渐的模糊起来 但是 这部电影却成了这对创作绝配的最后灿烂 电影《金锁记》是一个搁浅的计划 也预示着张爱玲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分号 在风云突变的历史当中 影迷们唯一可以做的只是寻触幽静所在 想象一下张瑞芳扮成的曹七巧的模样 顺便留意小说当中欣赏月光的时候的苍凉快感 对人生中不彻底的现实永不完满的情绪 发一番感叹 此后的将近十年时间 张爱玲才有机会重去《电影不了情》 一直到了1956年 她为香港电锚电影公司陆续编写了十个剧本 其中包括1956年《情场如战场》 《人才两德》《桃花韵》 还有1960年的《六月新娘》《温柔香》 以及1962年《南北一家亲》 1963年《小儿女》 1964年《南北喜相逢》 还有《一曲难忘》 又名《魂归离恨天》 此后张爱玲再也没有创作过电影剧本 而如今呢 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很多电影 都成为令人快智人口的名片 主要有《青城之恋》 《红尘滚滚》 《红玫瑰白玫瑰》 《半生缘》 还有《色戒》 《孤方自赏》 《行为隐蔽》 《巨人千里之外》 等等等等 这可能是世人对于张爱玲的普遍印象 那么张爱玲的真实面目 究竟又是如何呢 我们通过以下三个张爱玲的友人 前辈 师长交往的故事 也许可以还原其中的冰山一角 大家好 我是冯唐 欢迎收听陈述的岁月留声机 张爱玲曾经在作品 《小团圆》当中 有过一段这样的描写 汤姑物大概还像她当年 瘦长 穿长袍 轻瘦的脸 不过 头秃了 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 这里描写的汤姑物 被认为是张爱玲用替代的名字 来记述她和周寿娟的交往 那个时候啊 她写了小说 投稿给主编紫罗兰杂志的周寿娟 得到周回信 说稿子被采用了 于是呢 小周当中 盛九丽 只得写了张便条去 她随即打电话来 约定时间 来吃茶点 张和周的交往 就只有这些了 《小团圆》当中啊 可以看得出 是张爱玲的自传题小说 基本上呢 为自身生活经历的回忆 既人既是 皆有现实人物 可与之 对比起来 所谓对号入座 在这部作品当中 最可确认 小说里的汤姑物 便是现实生活当中 周寿娟 以为大家所知晓 张爱玲年少的时候 听人讲 曾孟蒲的小说 《涅海花》里 有她祖辈的原型 长大之后 自己写小说 也多依靠 原有人物来塑造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啊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张爱玲有点 刻薄寡情 对于为她发作品的编辑 不留好语 毕竟周寿娟 为她看载在紫罗兰上的 沉香穴 使她名声大振 因而呢 周氏也为她做嫁衣之佬 结果呢 时过境迁 竟得不到半句好话 其实张爱玲对于 周寿娟的描写啊 也确实是写实之举 因为魏绍昌 在《我看鸳鸯蝴蝶派》当中 曾经就有记载过 周寿娟的事实 说到 周寿娟在中学毕业的前一年 得够一场大病 病愈之后呢 头发 眉毛 全都脱光了 头上可以戴假发冒充 可眉毛 则不便 效仿女子化眉 于是 她便戴上了一顶 宽大的黑色帽子 再加上一副特大的 墨金眼镜 帽子和眼镜上下相挤 她的无发无眉 也就不易惹人注意了 因此可见呢 张爱玲描写的 确实是真实的情景 而并非刻意 丑化和讽刺周寿娟 周寿娟 则也早有文字 谈及张爱玲来访一室 和张爱玲 寥寥无几 所记 稍有不同 她的叙事 是这样的 一个寒春 撂翘的上午 我正懒洋洋地 待在紫罗兰安里 不想出门 眼望着暗头 宣德炉当中 烧着的一只紫罗兰香 鸟起的一缕青烟 在出神 我的小女儿 英 忽然之间 匆匆忙忙地赶上楼来 拿了一个挺大的信封给我 说啊 有一位张女士来访 我拆开信一瞧 原来是 黄原主人 月渊老人 介绍的一位女作家 张爱玲女士来了 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 我忙不迭赶下楼去 却看见 客座当中 站起一位 穿着鹅黄缎半壁的 长身玉丽的小姐 来向我鞠躬 我搭过了礼 招呼她坐下 接谈之后 才知道 这位张女士 生在北平 长在上海 前年 在香港大学读书 这里记载的是 张爱玲 持黄月渊姓函 登门拜访 礼仪周到 和张爱玲 小团圆里的 冰冷的态度 差距甚大 当时的周寿娟 以名满文坛 为张爱玲的 前辈文人 而张则刚刚起步 对于周寿娟 持恭敬谦卑的态度 应在情理之中 再加上据说 她的母亲 和她的姑妈 都是我十多年前 半月紫罗兰 和紫罗兰片的读者 她母亲 正留法学画归国 读了我的爱情小说 落过不少眼泪 曾经写信 劝我不要再写 可惜这一回事 我已经记不得了 通过这些原文当中的描写 我们也可以对照 张爱玲小团圆的记载 似乎好像 在里面写的一些内容 却显得有些别有用心 后来的情形 也和张爱玲记述的 有所差异 比如说 我们常谈了一点多钟 方始作别 当夜我就在灯下 读起她的沉香穴来 一避读 一避积节 觉得她的风格 很像英国某名作家的作品 而又受一些 《红楼梦》的影响 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 而我却是深喜之的 一个星期之后 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 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 她表示心悦诚服 因为她正是 该作家作品的爱好者 而《红楼梦》 也是她所喜读的 我问她 愿不愿意把沉香穴 发在紫罗兰里 她一口应允 我便约定 在紫罗兰创刊后出版之后 拿了样本去瞧她 她称谢而去 当天晚上 她又赶来 热诚地预约 我们夫妇俩 届时同去参与 她的一个小小茶会 紫罗兰出版的那天 凤军因为家中有事 不能分身 我便如约带了样本 独自到那公寓去 乘了电梯 直上六楼 由张女士招待 到另外一间 劫而惊的小客厅里 见过了她的姑妈 又指着两张照片当中 一位太太给我介绍 说啊 这就是她的母亲 看来周寿娟所言 比较诚恳 沉稳温和 很有些人后长者的风范 然而呢 在好友邝文美的眼里啊 张爱玲 却是一个风趣可爱 韵味无穷的女子 当然 也有刻薄之处 邝文美是香港的作家 兼翻译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张爱玲暂居香港 常常和邝文美聊天 而邝文美事后呢 会把张爱玲的妙语 记录在纸条上 后来集结成了 张爱玲 《思雨露》这本书 《思雨露》的开篇 第一部分 就是邝文美所写的 《我所认识的张爱玲》 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在陌生人面前 她似乎沉默寡言 不善辞令 可遇到知己的时候 她就恍惚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谈笑风生 妙语连珠 张爱玲在读完 邝文美的文章之后 书信回复邝文美说 你写的那一篇 是我看了通体书态 忍不住又要说 你是任何大人物 也请不到的官方代言人 因为爱过 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 所以宽容 睡月能升机 名国名人的 华丽与苍凉 张爱玲 张爱玲的爷爷 是清朝末期的知名官员 张佩伦 考证进士之后呢 成为皇家教师 思想上更加接近洋务派 正当他地位蒸蒸日上的时候 年过四十还只是一名秀才的胡氏父亲 胡传找到了他 请他写一份推荐函 去吉林黑龙江边境 找钦差大臣 想得到钦差大臣的关照 没想到呢 胡传就被钦差大臣一眼相中 留作幕僚 从此走上了仕途 张佩伦对胡传的提携 张家的后人几乎也都不知道 可胡传的儿子 也就是胡氏 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 就很清楚地了解到 胡氏曾经写过一篇 张佩伦的《鉴于日记》当中 就说道 一九四六年 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 看到过《鉴于日记》 他随手翻看 发现里面记载有 他父亲胡传的名字 并由此得知 张胡两家上辈的交往 张爱玲医生当中 收到过多少读者 评说他作品的信件 没有人统计过 可将来信超一遍留存 是不多见的 胡氏的信便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有一天 张爱玲收到一封胡氏 关于他的作品 《秧歌的回信》 这封回信表明啊 胡氏对于秧歌的阅读 是十分细致的 而对张爱玲 是尊重和重视的 收到胡氏的回信 张爱玲是很高兴 他回信说 收到您的信 真高兴到极点 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 对于胡氏提出的建议 他都一一做了回答 由此可见呢 张爱玲对于来自于胡氏的意见 是十分重视的 两个人的书信往来 也十分坦诚 1955年10月 张爱玲来到美国 11月 他和香港大学的同学 法蒂玛摩西殿 到胡氏居住的地方拜访 随后 胡氏对张爱玲做了回访 这一次呢 张爱玲想必交代了自己的家世情况 这也是胡氏发现 原来眼前的财女 竟是自己父亲恩人的孙女 张爱玲则感觉如对神明 即便这样 两个人的关系 还是近了一层 不久 张爱玲便独自一个人 去拜访胡氏 在胡氏的书房里 听胡氏讲 他父亲和自己爷爷的故事 显然 此前张爱玲不知道两家的渊源 对胡氏讲述的故事 他表示 黯然 或者是笑非所以 两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似乎是前往张爱玲居住的职业宿舍 结束的时候 张爱玲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送到大门外 在台阶上站着说话 天冷 风大 隔着条街 从贺真江上吹来 世之先生望着街口 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盒面 盒上有雾 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 看愣住了 他围巾裹得严实实的 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 厚实的肩背 头脸相当大 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我忽然一阵凛然 想着 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而我向来相信 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 否则就站不稳 不可信 我出来没穿大衣 里面暖气太热 只穿着件大挖领的下衣 倒也一点都不冷 站久了 只觉得风嗖嗖的 我也跟着向和尚望过去 微笑着 可是仿佛有一针悲风 隔着十万八千里的 时代的深处吹出来 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 看见世之先生 更多历史故事 点击头像关注我哦